是的,我们谢谢新话在宜兰的连线报道 如果最新的情况呢,我们将随时为您做插播 另外呢,另要关心的是在一勺巴拿马级的货轮 原本深夜是从基隆港,要出发到福建来载货 没想到出海不久,就偏离了航道 这搁浅在岸边,船身断成两半 加上这风大雨大,船员是纷纷的跳海逃生 而救难人员到了现场,已经救出了十个人 但目前已经有五个人不幸罹难 仍旧有六个人是下落不明的状态 大浪一波波打来,几乎要将断成两半的巴拿马级货轮 整个吞噬在大海之中 深夜发生的这起船难,目前得知已经有五个人确定罹难 另外还有六个人下落不明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获救的船员身上沾满油污,虚弱的向救难人员要水喝 但是另外五名罹难者被发现时,其中一人仰窝在沙滩上 全身满是油污,早就没了生命迹象 整艘货柜人总共有21名 那从昨天晚上到目前的话 我们总共救了13名,还有8名下落不明 获救的13人当中,只有10个人幸运火了下来 据了解这艘货轮从基隆港出发 原本要到福建去载货 没想到出港不久,偏离航道 就搁浅在外幕山海岸 就想到来这边逛逛 然后看到有人打信号的 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听到空中 然后又闻到很臭的油味 目前这类人员已经加强海陆空搜救 希望和死神拔河救回失踪的六名船员